网上有留言说道 一小火将煤气罐改装成压缩空气罐 并且在炮筒中装入木屑点燃 结果释放压缩空气后 发生了大爆炸 炮筒火焰直接是喷到了33米高空 像加农炮一样 木屑与压缩空气真能做成加农炮吗 今天留言小分队就要来验证这则留言 影片中这个旧瓦斯桶是能量的来源 它连接着高速节流法 制作小组们就要通过它的方法来炮制 首先格兰开始改装瓦斯桶 瓦斯被放光 桶子则改装压缩空气 而高速高流量阀门可以让所有压缩空气瞬间喷发 改装后的瓦斯桶一头用来灌压缩空气 另一头连接到炮管 按下按钮就会切断压缩机的空气来源 桶内的压缩空气也会喷出 仅仅只需要四分之一秒时间 凯莉在炮管上焊上了四根支柱 装置全部连接好后就可以测试了 首先他们想看能把木屑喷到多高 为了不被下娃骂 他们选择在室外实验 所用到的木屑是用来给仓鼠库床吧 而现在要把木屑倒入炮管再喷出来 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一包仓鼠床便无法填满炮管 格兰接上空压机 等到最高压力时就能开始了 第一次每平方多100磅压力的木屑加农炮测试 木屑全都冲了出去 看来只装一点木屑的效果很不错 不过问题是木屑只喷了10尺高 没有他们预期中像影片里那样喷得那么高 那接下来就要继续改装设备了 格兰认为要减少零件来增加压力 他接上比较短的铁管 而凯莉把支柱切断两多 这堆剩余零件也许可以发挥出他们的钱 这次实验要带着自制加农炮转移场地到施暴场 只用到木屑空气和火焰 橙色管子连接到空压机 这是加农炮的空气来源 他们加入了将近整个炮管的木屑 目前一切看起来都很恶观 不过托瑞想要玩火 他要点燃一根火棍 插在炮管顶端的木屑堆里 然后由格兰拉洞绳索 把木屑射向空中 拖瑞插上点燃的火把 这是否足以让一团普通木屑变成炸弹 321倍 木屑都被喷了出来 超大的爆炸蘑菇云出现在空中 不仅有个超大的火球 它的爆炸声也很大 凯莉认为这笔影片中更要精彩 不过他们不准备就此结束 他们要制造一个巨型加农炮 看能爆出多大的火球 除了加大装置的尺寸 他们也想玩玩替替代火药 凯莉来测试哪种粉末物质的爆炸潜力更大 在面粉和奶精的对比下 奶精完美胜出 他们在机械公司找到了 可以用来改装的完美炮管 在改造大师托瑞的改装下 超大炮管成功诞生 接下来就是3000磅奶精和巨大家农炮的表演了 这次动力来自夏娃测试过的空气炮 改装后会产生的威力是之前的几十倍 希望能得到预期的结果 格兰把压力加到120磅 托瑞仍然插豪火把 现在可以躲到旁边等待结果了 放无敌大的火球和浓烟让天一下就黑了 实在是太吓人了 不过幸好大家都眉毛都还在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千万不能在家模仿哦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